在在在 好 那 剛剛我們講的函數對不對 那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我把同學的程式稍微改一下 然後把它包裝成函數的樣子 記得前面要加Static Static是指靜態 其實意思就是說 不是物件 不是物件 因為GSHOP是一個 預設是物件長項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不加這個字 它就會認為是物件 是物件的話 這樣子就錯了 那所以我們加Static 然後我們把它包裝 像這個內機 這樣子包裝 就變成一個函數 就可以重新補教使用 像在這裡 不斷的補教使用都沒有問題 同樣的print array 把整個正列印出來 也包裝成一個函數 然後就可以在這邊補教使用 沒問題 但是print其實 包裝的函數通常不是很好用 因為 因為你很難寫的很彈性 所以反而會先把一個 就是說像正列的東西轉成字串 然後再把字串傳回來 之後你再說 或擦手給R&I去輸出 這樣會比較好的 好 那這是一種包裝方法 但是我們現在回過圖 來看一下更多的函數的範例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對函數其實是不清楚的 好 那我現在呢 我們先看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 假如你今天要算圓的面積 那我們寫一個函數 說area 然後參數就半徑 因為圓的面積 只要半徑決定的 面積就決定了 那我就傳回 所以Pi乘以R乘以R 就PiR平方 那Pi就是那個3.1416 那Pi其實你可以自己定義 譬如說我定義在這邊 State的打共Pi3.1616 這個定義的部分 那Pi乘以R乘以R就是PiR平方 這就是一個面積 那我就可以募叫它 它既然是個函數 我就可以募叫它 所以我就可以募叫它 A等於A1.0 這樣它會傳回什麼 Pi乘以1.0分1.0 那還是Pi 所以以這個可視而言 我們稍微自行一下 去看一下結果 好 我們就看到 A等於3.1416 這是剛剛列出來的那個 這個面積 好 那同樣的如果要算體積呢 怎樣我可以半徑 那我就算體積 體積是3分之4PiR3.8 對 4.0對3.0 乘以Pi乘以R乘以R乘以R 對R3.8 R3.8 3分之4PiR3.8 OK 所以這感覺也蠻容易的 只是你公式記得就好 那這邊 有一點要提醒各位的是 當你使用 出這個符號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 為什麼我加點0 為什麼沒有直接用4出以3 因為會變成整數型態 對 因為如果是整數型態的話 4出以3會變成1 所以你加點0 他就知道是伏點數 那就不會變成1 會是點33 之類的 那所以當我這樣子 3分之4PiR3.8去執行之後 你就會看到他的伏點是4.1888 4.1888 3分之4PiR3.8 R2.8 3分之4乘以R3.8 就是4.1888 那同樣的 我們也 也可以寫一些函數 它參數不是只有一個 像剛剛這些的參數都只有一個 我參數也可以兩個 參數可以兩個 那像這裡ADD 這個函數 它的參數就會有兩個 那就是把A這個整數 跟B這個整數加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C的整數 再把C的整數傳回來 那這樣子 其實我也可以直接 如果是分A加B就好 那我為什麼故意弄個C呢 我是故意要讓各位 跟後面這個函數對照一下 那這個是一種規法 就是我用函數的方式 也就是說它有return 它會傳回值的 所以它會傳回A加B的結果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 不要用函數的方式寫 我用負乘式的方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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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不要return值 我的資料用第三個參數傳回來 這時候怎麼辦 在C下方裡面 有一個叫REF的 REF就是說傳參照 傳參照 那這一點不要請各位注意了 這個啟動的時候應該有機會 有看到這個傳參照 如果你不用REF 你可以試試看會怎麼樣 那如果你用了REF又會怎麼樣 現在我們已經寫了這兩個函數 我是傳參照進去 所以它會傳回來 如果今天我是傳參照進去 它不會傳回來 那我們看一下這兩個的詞性結果 我們呼叫在這裡 第一個函數 C等於一開始等於0 然後呢 我呼叫ADD35 那這時候 C的結果會是什麼 還是0 因為 ADD35雖然它內部有個C 但是那個是區域變成 所以並不會影響到外面這個C的情況 那個區域變數 但是呢 如果今天路叫 剛剛成第一個函數 ADD35 REF的C 這時候呢 這個REF它是傳參照的方式 所以傳參照的方式 意思就是說 它的指會傳回來 它指會傳回來 所以呢 這個執行完之後 C變成3加5 所以C會得很爽 OK 你可以看到它的結果 剛剛這一行是0 但是下一行很棒 OK OK 好 同樣的 如果我今天呢 想寫一個swap函數 swap都會應該 呃 在資料結構或正列的那個主題 應該都有見過吧 swap就是 互換 互換 那也就是說 我呼叫 swap SY之後 我期望是 S和Y會退掉 更是如果我今天 所呼叫的時候呢 沒有加REF 而且它那個函數的定義本身 也沒有加REF的話 那雖然我在裡面把它換過來 在外面看到是沒換 在外面看到你會發現它沒換 但是呢 如果我加了REF 而且我定義的時候 也有用REF 那它就會真的換過來 所以它的執行結果 以這個函數 swap1執行完之後 還會是1、2 根本就沒有變 swap2執行完之後 會變成2 變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swap的起碼 swap的起碼你看 第一個swap 我這邊沒有加REF 沒有加REF 結果呢 我換了半天 出來之後 根本就沒換 第二個呢 我加了REF 就代表要傳參照 參照是怎麼意思 以私語言而言 你就把它想成是指標的意思 我傳指標的話呢 那我修改它的內容 那是有效的 如果我直接把內容改掉 在函數的參數 直接在裡面把內容改掉 根本就不會傳回去 所以加了REF 就是可以傳回去 傳參照的意思 那我一樣用 1等A等B 1等P 這樣子的結果 這一個swap2會傳回去 swap1不會傳回去 比如說 swap1執行完之後 AB的結果不會互換 swap2執行完之後 AB的結果不會互換 跟return相 有點像 但是不太一樣的 就是說 它是直接在猜數裡面 return是一定要 return之後呢 你要用某個東西去接它 那這樣子 它會把 而且return只能傳回一個字 那用REF 你很多個字都可以傳回 OK 這一點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當我用swap2的時候 它才會真的壞 swap1 基本上是一個寫錯的本次 根本就沒有用 那再來 後面這個呢 現在講不知道會不會太早 不好意思講一下 這個東西 你會看F1 F1不是那個方程式賽車 F1呢 是後面定義的一個 叫做 delegation的形態 這是c-shock的一個特殊形態 delegate 所以我可以宣告成這樣 它是什麼意思呢 它是說 如果 宣告成F1這個形態的 它是個函數 它的參數是P的R 而且傳回字是大紅 這是F1這個形態的意義 也就是說它是個函數 那所以我可以宣告F1 F等於area Area是什麼 剛剛這個算編機的函數 我讓一個變數等於一個函數 就是一個函數名稱 OK 那這時候我 戶叫A2等於F2.0 這時候應該它會戶叫什麼 戶叫Area2.0 戶叫Area2.0 那就會傳回 Hi乘以2乘以25 所以它的結果 是12.5664 OK 同樣的 我如果讓F呢 變成Volum這個函數 也就是下面這個算編機 那我戶叫V2等於F2.0 這時候呢 它會轉回 什麼 3分之4 8一乘以2 乘以2乘以2 乘以2 那就是33.5104 好 這最後一個 如果你沒辦法接受 不會就算了 前面的這些要會 前面的這些是今天的技術 所以前面的這些要會 最後的那個 Belegation 他不懂就算 這個VAR 哪一個 F1 下面那個 這個VAR VAR呢 也就是說 其實C-Shop 允許你用一個 比較彈性的寫法 你根本就不用 決定它的型態 反正它最後會自己 自己去判斷型態 所以 我也可以在這邊寫Double 但是呢 也可以寫VAR 就是 如果你懶得判斷它的型態 Java其實比較少動 Java Speed Java Speed Java Speed 有VAR Java 其實 也是強型態 不過Java後來 將你加了VAR 就是 這樣 所以 這一個程式呢 我們一樣 我也把它 儲存起來 然後呢 我一樣把它 轉到社團上面去 好 好 那這個 是 Sumption Test Sumption Test OK 你們學到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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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怪 店長出了一個 什麼 沒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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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給我選 對 不是 不要 對 對 謝謝 來 來 這邊 好 那 這邊 這邊 好像是網路的位置 網路變得慢 網路變得慢 那 那各位就先 我待會唱傳歌 再讓各位用 可以先 先想一想